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所以我们一起用我们发尊不动爱的方式 跟大家混合 我们在前面看大家做这个手势非常漂亮 天主在創造人类的时候让人类一起生活 这个是什么字?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意思就是人的话他自己是不发生的 如果是没有另外的一边的话就像这一边会摔倒 那么没有这边的话就像这一边也会摔倒 所以要成一个完美的人需要两个结合在一起 只有一个的话会摔倒 没有另外一边也会摔倒 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一起生活 天主这样創造了人类 所以最大的不幸呢就是本来应该两个结合在一起生活 可是想脱离这个团体 一个人生活 所以不结婚 那也不想成为修道人员 然后也不想在这个团体中生活 只想要一个人舒服 只想一个人舒服的生活 지금은 편한데 虽然现在很舒服 나중에很舒服 但是以后会变得很不幸 虽然耶稣他也没有结婚 可是他就和他的宗族们一起过着团体的生活 是为了全部夫人不结婚 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舒服才不结婚的 对吗 所以就是一起两个共同体的生活 人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 这才叫共同体的生活 那么团体生活最小的单元就是家庭 那么在我们的家庭中 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原子核爆炸吗 还是因为地球的变暖化 南极和北极融化 还是因为环境的不染呢 这些都不是 比原子核爆炸更可怕的 比原子核爆炸更可怕的 比地球的变暖更可怕的 比地球的变暖更可怕的 爱不足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 我们的答案都写在这上面 我们的答案都写在这上面 比原子核爆炸更可怕的 分裂的家庭是怎么得到治愈 사탄是很严厉的 魔鬼是非常狡猾的 악령是我们的不幸的 它的目的就是让恶灵 使我们变得不幸 我们的最大的不幸 知道我们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 那就是和我们相爱的人 变得疏远 也就是让我们和我们最爱的天主 变得最爱的家庭 也是让我们最爱的家庭 是我们的家庭分裂 所以今天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 EPS 6章10节 开始祈祷是 第6章 第10至17节 此外你们不要在主内 借祂的能力做坚强的人 要穿 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 未能抵抗魔鬼的阴谋 因为我们战斗 不是对抗血和肉 而是对抗率领者 对抗掌权者 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王 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 为此你们应 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 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 能够抵得住 并在获得全胜之后 仍毅力不动 所以要站稳 用真理 用真理做带束 做带 竖起你们的 用竖起你们的腰 穿上正义做假 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 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 使你们能以此铺剪恶者的一切火箭 并戴上救恩当窥 拿着圣神做利剑 及天主的话 中国读中文这么长真的是不容易 中国读中文这么长真的是不容易 我是中国人 都这样读起来这样困难 那么用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整理一下 第十一章 十一节 小鹜 小鹿 所以我们不要上它的道 小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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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鹑 小鹑 在家庭中有没有你讨厌的人呢 在十一节 我们的仇人不是人 我们的仇人是恶灵 所以不是人 我们是通过怨恨这个人 是魔鬼在他的背后操纵着他 所以我们的仇人 真正的仇人其实不是人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怨恨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仇人是我们的仇人 因为那是魔鬼的作品 他在背后操纵着这些欲望 神的领导人 神的领导人 应该用圣神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的仇人 我们的仇人 是我们的仇人 我们的仇人 我们的仇人 他打着很厉害 我打着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打着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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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都坚持运动 他每天都坚持运动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毕竟 让我们的心灵运动 他每天都坚持运动 当我们结束这次毕竟回去的时候 我们都会充满力量 我们回到家也可以用我们的拳头打魔鬼 阿们 好啊 所以你们都是战斗士 那么如果想要和魔鬼打架的话 我们需要武器 那么我们心灵的灵性的武器是什么呢 是真理 是正义 是正义 是和平 是信德 这些都是我们使用的武器 是信德的盾牌 是不仅要防守好也要懂得攻击 但是如果想要在斗争中取胜的话 不仅要防守好也要懂得攻击 那么我们攻击的武器是什么呢 那就是圣神的利剑 圣神的利剑 是天主的圣言 那是神的利剑 圣神的利剑就是天主的圣言 所以用天主的圣言 来武装我们自己 这样我们可以战胜魔鬼 那么大家想一想 家庭是什么呢 家庭是人类 共同团体的生活中最小的一切 是为了在一起生活 在家庭中又有恩账又有救援 但是在家庭中同样也会产生不幸 所以家庭是我们传教最象中第一个最象 在我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非常的伤心 日本的人口大概有两亿人 可是天主教的教友只有四十万人 只比台湾的天主教友数多一点 可是他的人口数比台湾多十倍的 所以所以我对一切参加圣明基督会的四百个指导人说 那么让日本的天主教教教友更好的方法 那我说那如果知道的人举手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举手 然后我问那问你有几个孩子 你们生了几个孩子 一般都是有一个孩子 多的话也就是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这样跟他们说 那你生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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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你的孩子 都接受生息 那马上就会变成80万人 然后他们的生子里 马上就会变成160万人 所以家庭的传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不是笑话 这不是笑话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宗教人数最多的宗教是什么吗 是天主教吗 是基督教吗 是基督教吗 就是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宗教人数最多的宗教人数最多的宗教人数 如果抛弃自己的信仰的人会受死的 如果他们想要改他们的宗教也会受死的 如果他们想要改他们的宗教也会受死的 这个精神 可是我们应该学习 他们的生活 很多子女的精神 下来 您有几个人吗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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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 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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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韩国好很多 韩国现在是世界上出产率最低的国家 大概一个家庭 所以非常不好 这个现象 因为如果想要进天国的话 베드로总统在那里等着呢 他会根据你有几个子女的数量给你订这个街 我们在那里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给你订这个街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给你订这个街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 把子女 三名 如果只有一个子女的数量叫什么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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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有一个子女的数量 把子女的数量 叫她野蛮人 那个位置上 然后有几个子女的数量 有几个子女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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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定为普通人 一般人 那是一般的人 如果有几个子女的 叫做有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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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学识的人 有很多学识的人 那么如果有五位子女的人 那么如果有五位子女的人 천국的文化市民 那就叫做天国的文化市民 天国的市民 天国的文化市民 天主都知道的 所以天主把传教对象 第一位就是把家庭 从中心留在地位上 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圣神 结婚之后建立了家庭 那么让我们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接受洗礼 那么我们在结婚之后 包括你的婆家 还有你的娘家 都是受洗的 都是教友吗 不是 你们的子女们都受洗了吗 这个也是让我们天主教的人数 增多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家庭是我们传教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对象 希望我们都能记住 但是为什么很多家庭会不幸家庭得病呢 那么让我们家庭得病 让我们家庭变得不幸的理由 有好几种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自私 我们爱的不足 还有就是 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也就是说的自由主义 我只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喜欢的事情 一点都不想做 那我想结婚 我就选择结婚了 我不想结婚 我就随便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作为 灵性上的癌症 那么这样让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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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암세포가 우리를准复할 때 암세포가 우리를攻击 那么 那么 암세포攻击我们的时候 그 뒤에는 사탄이 있습니다 사탄 在他的背后 有魔鬼的存在 이 사탄과의 싸움에서 이길 수 있는 것은 성령입니다 那么 与魔鬼 想要战胜魔鬼的 力量 那就是 圣神 사탄과의 싸움에서 이기는 것은 치유라고 그래요 那么 与魔鬼 战胜魔鬼 我们也 这个过程 我们也叫做 治癒的过程 결혼 생활을 뭐에 의미할 수 있을까요 那么 结婚的生活 可以比做什么呢 결혼 생활을 한마디로 뭐라고 할 수 있을까요 结婚 婚姻的生活 用一句话 可以怎么表示呢 可以这样比喻 결혼 생활은 배를 타고 먼 길을 항해하는 것이다 结婚 婚姻的生活 可以说 可以 比喻成 那么 我们乘坐 一条船 向着远方 旁行 여러분들 가정이라는 배 배우자 자녀 부모 が 타고 있습니다 那么 在叫做 家庭的 这艘船里 乘坐着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父母 그 배를 타고 먼 항해를 한 거죠 我们乘坐 这艘船 向远方 항行 아직 목적지에 도달하지 않았는데 배가 고장이 났습니다 但是 还没有 到达 目的地 这个船 就出 故障了 배가 암초를 만난 거죠 那么 就是 船 遇到了 岸 그리고 배가 좌측 해가지고 표류 하기도 했습니다 태풍 만나고 여러가지 위험에 처하는 거죠 그리고 목적지를 중단 항구 다시 들어갑니다 所以 我们 这时候 会中断 항行 想要 返航 거기서 배를 수리 하고 다시 출발 해야 되죠 那这样的话 我们 是不是 要重新 修理 这个船 然后 再重新 的 항行 이런 非常히 무너진 과정 망가진 과정을 수리 하는 시간 那么 我们 这样的 逼近 过程 其实 就是 停 下来 修理 这艘 船 的 过程 我们 都是 灵性 的 还有 家庭 我们 也可以 把它 一个房子 那么 我们的 房子 都是 稳定的 健康的吗 那么 如果 形成了 一个 完整的 家 需要 有 房顶 还有 土 基础 基础 还要 有 基础 基础 把 Dan 这个 基础 稳定吗 下面的 这 地面 它 没有 没有 凹 下去呢 那么在家的这个墙 有没有出现的缝呢 在屋顶有没有落雨呢 还有旁边的柱子 有没有倾倒 有没有外邪呢 所以当这个家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对它进行修理 婚姻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是在不断的修理中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更新更好 那么在我们的家庭中 有没有需要修理的地方呢 有吗 有 有很多吗 我们 오늘 고쳐드릴까요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修理一下 我们 我认为修理的专家 我们是修理这些的专家 知道耶稣是修房子的专家吗 因为祂是武将 因为祂是武将 所以大家都清楚了 知道了祂为什么是武将的儿子了吧 为了要把家修得更好 把房子修得更稳定 我们修理的方法有三个方法 那么在家庭中我们需要三个方法 我们十一座主席 恩赐争的方法 刚才我们的赐争先生也说了 这个神恩的效果 我们的恩赐争的效果 我们的修理的方法 那天主祂赐给我们的神恩 也是让我们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改善 那么在我们天主教呢 对治愈这方面有个不断的相应 在任何的宗教的不断的 那我们的神恩的主席 也是天主教的 我们的宝物 是我们的宝物 我们拿着这个宝物可以治愈 那是什么呢 是我 igneur 为什么每天都只说爱啊 Ivone 圣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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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和圣神在其他的领域 在基督教他们也有爱 在国教他们也有爱 在基督教他们也有圣神 基督教他们的圣神圣灵也很强的 那佛教还有基督教他们 佛教他们没有的就是圣神 这个只有在我们天主教的座 所以它是我们天主教的座 也是耶稣治愈的最宝贵的东西 那第三个呢 那治愈的最强的方法也就是 通过牺牲来治愈 恩上是治愈的开始 神是治愈的开始 그리고圣神是治愈的持续 让治愈更多的持续 然后也让这些治愈更强 那么这三个就是治愈的整个过程和方法 我还要给大家举一句说明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最近呢 我治愈了一位 她不孕的妇女 她已经结婚五年了 可是不孕 她呢 以前很冷但也不热心 不去教她 因为她觉得天主不给她子女 不让她怀孕 她很伤心 所以不去教她 她去医院检查 然后医生给她诊断的是 她子宫有病不能怀孕 在医学用语的话 就是子宫的不孕症 如果想要怀孕的话 她应该进行人工受孕 所以每天都成熟着这样的痛苦 有一天她去找我来了 问她 那如果人工受孕 用这个事管婴儿的话 是违反教会的话吗 那是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 那如果她不能怀孕 她进行人工受孕 事管婴儿 她去医院这样的话 不违反吗 现在的这些方法 使她受孕 怀孕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 那也是我们不支持的这个过程 那也是我们不支持的这个过程 但是因为信仰的不足 没法跟她这样子说 那是你不懂的 所以今天呢 我也在这里 不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如果以后 你们想要听 那你们来韩国找我 但是虽然 在教会法的允许下 也可以有另外的过程 我跟大家说一个例子 这是女性的子宫 这是男性的子宫 那么 那我们的子宫 ce宫 那是 那我们的子宫 可用的子宫 那是 我们的子宫 那是 她的子宫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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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來 zelf問 receiving育硬的男物 所以醫生在跟居 buildings上 another country 那她會的一名 我死了一個 就讓我一名 二名낳一些 我生兩個孩子 我幫助這個女生的人 讓她們 有 majority的女孩子 這就是 danke 那麼就是把殺技四個都殺死 所以妈妈的子宫不可能生六个这样 所以我跟这个妇女说 那你这样人工收入什么事管收入这样不可以的 但是她非常非常想要她的男朋友 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她的丈夫不要她跟她离婚 所以如果我不能怀孕 她要跑到其他的女人跟其他的女人结婚也 所以经常吵架 经常打架 所以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了这些怨恨 然后我非常简单地问了她 那么你是想要按照天下的意思吗 还是想要按照你丈夫的意思生活 那么如果你说你想要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的话 那我现在为你祈祷 然后我想要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 然后我为她祈祷 祝祷 祝祝祝的父亲 祝他所略动 祝他和她的丈夫都和好 所以他政命 我就这样非常简单地为她祈祷 但是她回去了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亲生是我这几天我去了医院了 我去医院检查 她们医生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怀孕六周了 我是在亲修室你给我祈祷的那一天怀孕的 所以医生也跟我说那是奇迹 我的子宫生病这么严重怎么可能怀孕呢 那时候我回答她我对这个你说 在天主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在天主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到现在为止她怀孕两个月了 所以我说这是孙从天主的人 他们得到了天主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称为她是神恩性的 神恩性的 那么天主给了我治癒 她的病的这种神恩 所以来到很多人跟我祈祷 然后让我向他们祈祷 他们来找我 然后说让他们生孩子 之后把他们孩子的名字 都起名为跟她一样的名字 他们都跟我签约了 签约 以后都把我这些孩子 都送来当神父 当兄弟 所以都把那个 签约书合同书给我拿来了 不可以结婚 但是她通过这种神恩 得到了治癒 然后这个姐妹 她也换成了她的丈夫 然后她和丈夫之间的 这种关系也渐渐渐变好 因为她生存了天主的意思 我也是治癒过那种被黑暗产生的这样的人 一位弟兄带着她的妻子来 她的朋友也是神父 过来跟她说找她说 她的妻子经常不安 经常焦躁 晚上也睡不着觉 非常害怕 甚至都不能关灯 一定要开着灯 她才能够睡觉 所以她对她的身体 这个状况非常非常大 然后也和丈夫 经常打架 吵架 所以她最想得到 晚上她睡不着觉 做噩梦 我们一起为她祈祷 我们一起为她祈祷 当时这个姐妹她就晕倒了 然后开始大声的喊 然后手脚也开始抖 然后开始嘔吐 一个小时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持续了我和兄弟 一直为她祈祷 但是慢慢地她开始震情下来了 然后在祈祷结束之后 我问她了 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她说她身体变轻松了 然后头也没那么痛了 她的心里变得一下子轻松了很多 那是因为我说 那是因为天主给了你慈悲 赐给了你祝福 雖然黑暗不去走 但是完全被完全去走 魔鬼会一直不断地引用你 那么我告诉她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想完全地从魔鬼那里脱离出来 那么希望你能怀孕有一个孩子 但是我跟她这样说的时候 她妻子和丈夫 这两个人他们都不同意 马上跟我反驳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只要一个孩子 她现在已经十岁了 我们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 那么我问她 那你是想要和恶灵一起生活呢 还是想要你再生一个孩子 脱离这个恶灵呢 然后她说 那我想要孩子 所以我和修女一起为她祈祷 然后过了一个月她就给我来电话 说修士我怀孕了 然后过了九个月她又来电话了 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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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说修士我第二个儿子 非常非常地可爱 因为我这个小儿子非常非常地幸福 这个小儿子出生了 那么你啊 天主 给我这样 这样可爱的儿子 我真的太感谢 太幸福了 因为这个小儿子的出生 我现在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是比以前更好更好 但是我又比起来 很变得更好的 我现在还不能再喝 所以我又跟她说 所以我又跟她说 她说 那你再生一个孩子 所以她说她的时候 所以我们修女一起 所以我们修女一起 因为她结讶了 他就是他的名字叫 James跟阿姨 他就是他的名字叫 James跟阿姨 他第三个名字是女儿吧 我就是跟修女一样 但是这四五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以前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很冷淡的 现在非常努力的经常 他们开始他们得到了神恩得到这一切 然后后来就非常努力的灵圣事 那么他们通过神恩得到治癒 然后又通过圣体圣事各种圣事 让他们的信仰生活得到了成长 得到了变得更加成熟 那么我们知道七件圣事中有两件圣事是治癒的圣事 这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花魏的圣事 还有一个呢 那还有一个呢 病者的圣事 맞아요这两个 那这也是教会教给我们的道理 当我再给别人 有的时候在治愈不能 他得到治愈的时候 然后主会告诉我 这个病人他有迷你的生死 那么他告诉他 回去让他办告解宣事 然后再来 但是因为他有很多 害羞或者是 不敢张口的地方 所以他不去办宣事 但是他决定了 他把他的这些 都坦白告解出来 然后再来 然后他再回来 你为他祈祷的话 他一定会得到治愈的 所以高解宣事也是非常有效的治愈性 那么在治愈中最伟大的治愈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让这些罪都消失 那么圣地上是什么样的呢 当我们身心非常疼痛的时候 当我们身心非常劳累 身心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们去往祈祷 那么我们用非常谦卑的心去领身体 那么当我领完身体之后 心理变得轻松 得到治愈的这种经验 我有过很多种 很疼痛苦的治愈性 身体呢是我们心灵得到治愈的藥 非常有利的藥 我们去治愈的藥 他可以让我们都得到治愈 我相信圣地它又可以治愈人心理 心病的这种能力 圣地也是魔鬼最恐惧的武器 我经常劝运给那些魔鬼最恐惧的武器 如果用真心真诚的领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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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来 黑暗一定会惧怕耶稣而逃跑的 但是如果没有心得 准备不准备这些 就这样去领受圣地了 那会有效果吗 准备不准备不准备 应该用千倍的心 应该用千倍的心 用我们的信心和心得 能力的心 去领生体 这样去领受圣地 这也就叫做通过圣事得到治愈 但是治愈的最高峰 治愈得到完成的话 那也是要通过犧牲来完成的 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的子女需要治愈吗 他们有没有不听父母的话 有没有不让他们做的一些不好的事 有没有对网络和手机的重量 然后对教会 对圣堂的书院 这些事情所有都做了的有一位圣人 在座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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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都知道 非洲那样 为他去祈祷 목숨을 걸고 祈祷 真的是用了他的生命 在为他去祈祷 모든 걸 都保留着 祈祷 把所有的都 拋棄了 为他去祈祷 但是他的儿子 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呢 变坏了呢 所以他的母亲 莫里卡怎么样呢 我没有办法了 我现在应该对他放弃了 所以他找到了 一位主教那里 主教我没有办法了 我要放弃了 我儿子没救了 怎么给他祈祷 都没有用 我现在不给他祈祷 没有用 然后这位生人 就要知道怎么对他说的吗 说 莫里卡 你不要中断 你不要放弃 你再忍耐一下 你这样 像你这样 付出了你的一切 用你的眼泪 用你的生命 为他祈祷的子女 一定会得到痊愈的 你这样 像你这样 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眼泪 在为他祈祷的人 你的子女 是一定不会毁灭的 那就是让人的心改变 是倫理上的奇迹 然后奥斯汀他开始悔改 他最后变成了大圣人 那是谁治愈了他的儿子呢 那就是他妈妈的眼泪 他的祈祷 他的犧牲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犧牲的治愈 耶稣已经用他的事实给我们证明了 耶稣他为了我们受死 治愈了我们所有的人 他最开始呢 就是治愈了所有麻风病人 还有一些重病的人 然后他在离开世界的前一天 但是他的宗徒们 又跟他的宗徒们一起建立了 圣体生死 恩参与是不够的 因为他只通过神恩是不够的 要通过圣事 通过圣体圣事 使这些神恩得到一个维持 要把这些神恩进行成化 那么最后他为了死治愈得到完成 被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 他成了犧牲的寂物 所以看这个 伊撒伊亚书第53章第5节 耶稣用他身体的创伤 使我们得到了痊愈 耶稣用他的受苦受难 让我们得到治愈 救援我们 所以我们这样称他 因为他用他的创伤 用他的生死治愈了我们 因为他用他的创伤 用他的生死治愈了我们 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人 希望你的子女和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得到痊愈吗 那么我们应该承受 创伤痛苦 让我们接受痛苦 让我们背着十字架 那么用我们的痛苦 用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 会使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子女得到痊愈 这也是最美的 这也是世界上最美的 这也是最美的 这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 这也是治愈的最高峰 也就是完成 恩士 恩 圣下 生死 这三个秩序是完结的 我遭遇过因为憎恨和怨恨被摸毁 有一天她是有16岁的少女她来找我 她一直吐血 去医院检查了很多很多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做了那个内视镜的那个检查体内也是很干净的 所以医生怎么给她做检查都不知道她吐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被这个孩子祈祷 对她住院 但是她住院以后看到她的眼睛也流血 然后她的手也变清了 然后跟她进行了很深度的交谈 然后发现了她手变清 然后眼睛也流血 后来发现了她的体内有黑暗的动静 因为她甚至要死的那种程度非常非常非常憎恨她的父亲 因为她的父亲是酒精中毒者 她的妈妈 打她的妈妈 她把家里面的财物什么的全部都会破掉 她的妈妈 她抓到她的妈妈 甚至带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 在所有的人的面前打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 就是因为她怀着这种憎恶 憎不这种仇恨的心 所以我会见到她的心里 然后我们为她进行了这个驱魔的祈祷 在她的这个变清的手上给她撒了圣水 然后慢慢慢慢她的手上变得变成了 但是在这个纸上都沾染了这些清水 然后慢慢慢慢她的手上变得变成了 她的这个流血泪也开始停止 15年前她的那个祈祷 大概15年的左右她都一直被她祈祷 大概给她祈祷 你跟她说 你应该有一个你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你要宽恕你的父亲 你要爱你的父亲 那时候她开始去找她的父亲 给她按摩 然后跟她说 爸爸我爱你 然后她转了前也给她的父亲 那从那时候她的心改变了 她的手也不会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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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她也是 非常变得热心 努力地去往运山 那么她的家庭也变成了一个圣化的家庭 那到快要结束了 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有一位夫妇 是为了他们的儿子来跟我商谈的 他们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善良 学习又好 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她离家出走了 那离家出走了 她离家出走了 喝酒 然后偷盗 警察网上 经常会被警察抓到 带到警察局 虽然她现在还是未成年人 但是做了很多坏事 大概是15年前 这位夫妇找到了我 我对这位夫妇 这位夫妇 这位夫妇说 从现在开始 天主会治愈你的家庭呢 但是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们也给很多钱 我们也让她好好的做 然后为她做很多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后丈夫 就罵她的妻子 那她的妻子 然后这个妻子又指责的丈夫 是因为你才跟你闻 他们相互的这样指责 就是因为他们互相要相互 互相互打,他们的儿子变得更多了 所以我将对这个主意 praying是需要你们两人的回感 不要互相的指责是你的错误还是我的错误 要反省自己 然后这对夫妇听了他的话 开始违感自己反省 男朋友非常爱和非常喜欢 然后她喝酒 打开了 非常喜欢这种 这种温度 然后她的妻子也一样 但是从内 他们两个人都 一起祈祷 然后过了很长的时间 虽然看着他们的儿子 再一点一点可能有变化 但是还是在不断地藏过 但是最后她藏了一件大火 还没有结婚 然后她在婚 wojew的孩子也来到我的名字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 我对她说 你腿内的孩子会成为你的父亲的父亲 让他们结婚 然后告诉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这两个家庭之间差距太大了 这对夫婦他们生活得很好是上流程的 但是要成为他们儿子的家庭 很贵穷然后也没有什么学识 但是这对夫婦呢让他们结婚了 在结婚...婚礼的时候 她的那个丈夫呢在她本堂是会长 在那种情况下她会有多么丢脸啊 因为我儿子床后...儿媳婦在结婚那天肚子已经重大了 但是结婚...婚礼结束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本堂的事情都找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所有的他们本堂的那些教友都找她抓了她的手 会长说会长我们非常尊敬您 您怎么做到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家也遇到了同样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娶的那个儿媳婦也肚子这么大了 然后我们要娶的那个儿媳婦也肚子这么大了 您的会长 你怎么不把这些羞恥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些羞恥的 让他们结婚的那种 尊敬您 我非常尊敬您 您是真正的会长 所以很多很多的教育都为她的图长 然后非常地尊敬她的这件事 这时候她的孙子又出生了 然后又出生了 她又生了三个孙 父母家庭又来找 拿了很多钱来找她 就是你说的都对 我的孙子非常非常健康 我以为我的孙子非常非常幸福 他们这是我的福星 然后这个儿媳妇对我们也非常非常好笑 像她这样孝顺的儿媳妇 世界上都没有了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新秀 所以他们真的变成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 是天主用她的能力治愈了这个家庭 然后天主这个家庭 首先让他们的儿子不好 这样的状态 但是原因就是在父母的身上 因为儿子的这些不好的事情 父母先他们再痒 veterans 父母先的年龍 而既阶而她的老母 然后通过危改 通过�posing 然后혼前提供 父母がまず治癒��니까 先輩的夫婦首先他們得到治癒 然後他們的子女也得到治癒 那麼在座的每一位 我們家庭中有沒有讓我們不滿意的子女 他們做的事嗎 有沒有需要治癒的地方 那其實你的孩子 雖然有判斷你的地方 他是孝子 因為他們會讓你進行改變 他們會讓你變得更加健康 他們會讓你祈禱 他們會讓你祈禱 他們會讓你首先得到治癒 那麼你們得到治癒了以後 子女他們自然也得到治癒 這個也就是天主 他對家庭的治癒最好的例子 那我再說最後一句 時間沒有時間了 我要說的都還沒有說完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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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を 지켜야 돼요 應該首詞 應該首實 用這次的 那大家會說他嗎 你們會快說他嗎 我们的韩语中有这样一个俗语 有这样一个俗语 有这样一个俗语 就是如果你真恨的话 随着你的真恨 人会变得相似的 会变得一样 奥斯汀的父亲也是同样的人 酒精中毒 毒败 然后打 用暴力 奥斯汀的父亲也是很不好的 奥斯汀的父亲也是很不好的 奥斯汀从小的时候看到他这样的父亲 所以他非常尊敬他的父亲 所以他变成了跟他父亲一样的人 利用着败的父亲 由于证物产生的这种相似 其实就是魔鬼在背后操作 魔鬼 这样的话 如果不解除 一定得到治愈 即使就一定是当祈祷也是难得到的 那么得到治愈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像他的太太 魔鬼卡一样 自己变成牺牲的寄物 那么在我们的家庭中 有没有落落的子女呢 父亲非常非常做很多 父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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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会见到一个女人 又一个女人 见到很多很多的女人 他就很重来 他和他人家的父亲 他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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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人 我非常讨厌他 但是妈妈这样说 你的父亲他是好人 现在是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会等待 你父亲变好的男人 我不会去见其他男人 所以这样过了十年 他非常怨恨他的妈妈 所以他妈妈是傻瓜 太让我郁闷了 但是过了十年以后 他过来跟她说告白 说 是你告诉我的妈妈不让她离婚 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人 我甚至想过 那么多了想法 那么你一个人喜欢女人吗 我也要和其他男人交往和他们 所以真的和其他男人去 在酒店 但是在她进去那一瞬间 但是在她进去那一瞬间 男人和那一瞬间 在她想和这个男人 都发现了那一瞬间 她妈妈的影像出现了她 她说 妈妈 为什么妈妈没有离婚 为什么妈妈没有离婚 原来是因为我 为了想要正确地教导我 妈妈做了很大的牺牲 不可以 我不会和其他男人 所以从那个酒店逃跑了出来 她呢想要因为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的这些行为想要堕落 可是却因为她的妈妈 想到了她的妈妈 她守住了纯洁 然后她说 我明天要结婚了 我明天要结婚了 我送给我的丈夫最好的礼物就是 我的纯洁 我因为我的妈妈没有堕落 我现在非常幸福 因为父亲 我虽然很不幸 但是却因为我的母亲 我非常幸福 那么她的父亲 她的这些恶行 没有传给她女儿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妈妈的牺牲 这也是非常完美的治癒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爱自己的儿女吧 那么希望我们都成为 对与儿女的目之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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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族和圣者和圣女 的叫她宴 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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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